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是什么 我听刚才所说 原来我们去厕所蹲太久又不行 没有想去厕所的感觉 反而闭了事 将来真的要去的时候 更加没有这个感觉就麻烦了 有成习惯就好些了 由小到大 由小到大 其实有几件事都事人尋常容易做错 第一个就是没有这些习惯 他全天没有去厕所 但他觉得反正我都不是很急 就是我小小急 忍了他 晚上算是直接睡觉 这是不好的 第二点更夸张 尤其是小朋友回学校的时候 他觉得厕所三宝 甚至有些大人也是 他回公司 他觉得厕所不干净 是要回家才去的 是要回家才去的 当他明明是很急 他都忍了他 那我们的肠是很配合我们的 你今次忍得这么辛苦 那算了 下次我都不搞你了 我就不去 是 久而久之 他忍得多几次 他的便意会越来越少 这些亦开始我们见到 越来越多小朋友 有这方面的问题 明白 有些人的妈妈说 你去厕所前多喝点水 喝水是否有帮助 即是要去之前喝 是否一边坐一边一边喝 真的会有效果 心理作用 心理作用 因为路太长了 由我们的口 到江门 在市民里面走一边 都只是八九米 八九米路程 你也不要说水流流去 只是走过去 都不是那么快 所以喝水 一直可以冲出大便 其实应该心理作用大些 即是早些喝 应该经常喝着吃 是 没错 你说的很正常 一路一直喝就是最有效的方法 因为其实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你一次喝三杯水 你产生的只是很大毒尿 到最后真正正的大便出来 都是继续很干的 因为我们的身体很有趣 它将水分一次过很多吸收的时候 就进入血 进入血泪之后 其实我们的身体又觉得 我不想用太多水种 就会给神 变成小便出回来 但若我们陰点陰点给它 那些水分其实它发觉 我们不用吸收那么多 这一刻它便会将水 带到大腸 所以一夜喝八杯水当然好 但是早上四杯 晚上四杯 便不及得上一杯一杯一杯 间开逐个中饮 对 我们要密一点喝 喝的份量反而肠会滑一点 就不是喝一公升就没用 没错 人们说少吃多餐 少喝也是多餐 少喝多餐 这是很重要的提示 我也是第一次听 可能我以为喝水喝八杯 然后间开喝 间开喝好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